7点25分早安气象时间 又要迎周新的一周了 提醒观众朋友 本周先暖后凉 首先我们来看到 这一周的天气状况 今明两天还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白天感受是比较暖热的 那么早晚是有一点点偏凉的感觉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 周三开始清晨 到上午这段时间 东北季风就要来影响我们了 所以说迎封面北台湾会降雨之外 北部还有东半部 也会因此有感降温 所以一周的天气状况 就先带你来看了 在今明两天 基本上只有迎封面 东半部比较有局部 或者是零星的降雨 午后在中南部山区 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震雨 但是从礼拜三 也就是大家出门上班课的 这个时间开始 北台湾就会率先变天了 尤其是在大台北基隆 还有宜兰地区有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 那么包含在花东地区 则是局部性的降雨 午后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明显一点的雨势 就是因为天气比较不稳定的关系 所以说礼拜三 礼拜四水气都比较偏多 那么要到礼拜四的白天之后 才会慢慢的转干 不过在北部东半部 依旧还是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而且看起来这一波比较凉冷的时间点 会是在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的白天 到时候北台湾地区高温 可能会下降个七八度 低温也会下降个两三度 有可能会来到二十度以下 所以有一些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可能会觉得 这个风吹过来确实是有一点偏凉 甚至是蛮冷的 所以说提醒您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温度上的一个变化了 那么另外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气象局从这一波的凉冷空气开始 有特别告诉大家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不再以二十度为界限 区分东北风还有东北季风 之后只要是15度 包含15度以上的这个温度状况 都是属于东北季风 所以说到时候要特别注意到 如果我们讲的是东北风的话 指的就是北方高压通过带来的东北风 而这样子比较凉冷的空气 就是东北季风了 那么另外呢 也要带您来看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水气还是比较偏少的 各地呢多云到晴 只有刚刚提到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 另外午后在山区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的局部雨是出现 那么温度方面呢 今天还是一个偏暖热的天气形态 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 像是大台北地区啦 南投或者是台东 还是有可能会来到 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说今天中午前后 特别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如果您会长期曝晒在阳光下的话 记得还是要做好防晒了 另外未来一周空气品质 我们先来看到前半周的时候 因为吹的是偏东风 所以中部以北地区 空气品质都不是太好 属于背风侧 但是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吹下来 反而是南部地区 特别是高频地区要留意了 空气品质可能会亮出橙色灯号 所以说顾敏族群 还是要特别留意您的呼吸道健康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